好 小晨接代言 今年是探訓嗎 今年是第一年 第一年 首度 他的心情 心情當然很愉快啊 精神之雙這麼樣一個15週年 那麼特別的一個日子 然後我知道牛老師對她的品牌真的是非常用心 所以其實她會 考慮到我 我覺得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牛老師以前帶的女人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一個 神等級的存在 對啊 所以她的保養品15週年 一定要是要來共襄盛職 為什麼現在有特別的授權 為了今天帶的特別的 今天是膚質欸 保養是每天都一定要用 對啊 所以是你說為了今天帶的有沒有特別 沒有啊 就是每天的精神之雙的保養程序 就已經足夠了 對於美的畫面 對於美的畫面 有什麼特別比較 嚴格的標準 什麼東西 對於美的美的畫面 對於美的美的畫面 對於美的畫面 有什麼特別的標準 就是每天一定要請保養啊 每天一定要敷臉一定要請保養啊 而且我們很常在曬太陽 太陽很傷 紫外線非常傷 所以你的防曬啊 保濕啊 卸妝洗臉一定都要做得非常透徹 你好像有做運動嗎 運動一定也要啦 對啊 到了一個年紀真的不運動不行 保養品是主制 對 做了自己保養女兒會不會有養 女兒有養學樣很好啊 他應該要注重自己的保養 尤其他現在又那麼長長痘痘的年紀 所以我也會跟他教說 他要敷臉啊 他要清潔啊 他現在開始化妝了 也會教他正確的卸妝方式啊 然後保養啊 因為他也會問我說 那他這個年紀需要保養的 需要選擇什麼樣的保養品 那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這年紀不需要太厚重的啦 不需要太油的啊 因為他很年輕嘛 有時候這個乾燥的皮膚 他擦上去他可能就會長痘痘 所以其實就會 我們還是會互相分享這些保養品 小金黃還蠻靠緊怎麼吃啊 怎麼吃喔 對 隨便吃耶 我現在運動比較多啦 然後我前陣子在戒紅肉 OK 對 因為我覺得紅肉比較難消化 對 所以我就是盡量多吃海鮮的 我覺得他現代人多多少少都會有耶 大家就會怕說 就是叫他狂清潔啊 對 但是應該 我應該算說錯啊 就是說其實他在長痘痘的肌 不能只有狂清潔 我覺得他保濕要做得非常重要 他的觀念要正確啊 那他就是以前都沒有在聽媽媽在講話嘛 對啊 但是後來發現慢慢慢慢他也是會說 哎媽媽的皮膚很好啊 或是狀態保濕得很好 他才會開始慢慢的會 對 對 向我請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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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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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他不要影響課業 這是我對他唯一的 我給他什麼唯一 他有專業的表演老師 對 對 對啊 就是希望他不要影響課業 這是我對他唯一的 那他有問 怎麼會 當然一定會問啊 就是雙方都一定會 有一個尊重啊 對啊 那我覺得 我其實 一開始沒有 不是很贊成啊 因為我覺得他的課業 我希望他當一個開心快樂的小孩 對啊 但是他自己也蠻有興趣 那他爸爸也覺得說想要看他願不願意為了一件事情 付出一個恆心跟耐力這樣子 那我覺得也可以 反正因為這不是說他現在就出道了 這不是永久性的東西 就是說 先讓他去嘗試這樣的一個工作狀態 然後讓他能夠理解說 每次在那邊說 好羨慕你們喔 我不想念書 好羨慕你們 讓他知道的時候其實出來工作很辛苦耶 對啊 如果現在能夠單純念書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是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希望 就尊重他 對啊 現在是你很怕 16歲 16歲 你們到底有沒有在關心我啊 到底 16了啦 16歲 當然有說他比進城之雙大一歲啊 對啊 未來有希望 未來有希望 哪一件事 嗯 這個是 我們其實都非常尊重他啦 對啊 希望他能夠自己有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但因為現在說真的要不一定要出訓練呢 也不太一定了 現在真的好亂喔 我們上次有分享說我們從歐洲回來 美國也讓歐洲也讓 好可怕 全世界都好熱 對啊 所以其實 好像有重新在刷新我們的這個觀念啊 對 反正現在且戰且走了 他就有興趣去這樣子的時間 他都一直在變來變去 我們那個年紀都是這樣啊 一下要想當模特兒 一下想當便利商店店員 一下要想當什麼什麼 反正很多元啦 那我覺得 沒關係 他現在又跟我講說他對藝術很有興趣 那我覺得 好玩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找到自己有興趣啊 那看你能不能堅持下去 對啊 然後說 那本來也是反對嗎 那反對的時候他就有興趣 我那不是很堅決的反對啊 我只是就跟他商量你要說服我啊 我們家當然不是說我說不行就不行 這種 沒有人可以接受得了這樣的教育現在 所以我覺得 我提出我的觀點 我希望你能夠當一個健康快樂的孩子 因為你現在還是在學生階段 那你用什麼說服我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溝通的方式 他就是希望他能夠堅持做一件事情給我看 然後他也要想去體驗看看 這樣的環境 對啊 那我覺得如果他有這樣的想法 那這部戲又是他爸爸指導的 然後又不指導就是有投資 然後又有生蠔哥 又其實蠻多 我會比較放心 對啊 對 對 對 那現在真的是要好好照顧自己 柯老師可以再想一下你動靈的方法嗎 我動靈的方法 其實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就是做化妝品的行業 那我稍微講一下就是我小時候的話 是因為青燈痘長很嚴重 因為我小時候非常注重那種清潔方面的東西 可是我現在皮膚因為老了 老了我皮膚現在變得很乾很薄 然後很容易黏感 所以我現在保養上頭呢 我清潔上頭我都直接用那個油來洗臉 就是一般的卸妝油啊 甚至我會把卸妝油再加多一點的那個直接的油 就是橄欖油啊什麼之類的 把它稀釋到一倍 那它乳化就比較少一點了 那我這樣沖掉之後就會發現臉上還會留點汁 那我擦完之後呢 我覺得乾的時候我就隨身都會抹各種 就像小禎講保濕的產品 那我保濕的產品呢 我家裡好多喔 就是我哪裡都放一支 我哪裡看到我覺得乾 我就隨時擦一擦自己 那除了就是臉部之外呢 我最重的眼睛 也就是說我什麼東西我都往臉上擦幾乎 我眼睛一定會多擦一點 因為眼睛特別乾 所以我眼睛就會多擦一層 而且會順便這樣子按摩一下下 然後另外就是嘴唇的保養 我也覺得蠻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有空呢 就是一天大概會擦 複唇膏擦到三到五次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現在盡量減少清潔 加強滋潤這樣的一個動作就可以了 那當然防曬也很重要 那防曬 可是到我們這個年紀呢 我們又怕說沒有維他命D 骨頭會碎掉 所以這對我來講算是一個很dilemma 就是到底應該怎麼做 到底要曬太陽好還是不曬太陽好 因為都好嘛 你曬太陽你皮膚可能會老 可是你不曬呢 你的骨質就會脆弱 所以我前陣才從歐洲回來 我去對中海做郵輪 他的太陽非常非常強 那我就守一個標準就是我只顧臉 我只顧脖子 因為我今天這個形象是要拿出去給人家看的 我不可能把臉曬出 曬出滿臉之後 跟他講我賣保養品啊 所以說我是不臉 那我防曬一定是非常非常足夠 然後呢 帽子啊 然後甚至是那種防曬面罩啊 太陽眼鏡 能戴就全部戴上去 然後可是身體呢 我就盡量的曬 所以你會發現我手蠻可以的 有耶 對不對 就跟那個臉部就量了很明顯 因為我根本不管手的那個 那個什麼 根本不差任何防曬在手上 身體也沒有 對對對 所以喉嚨是聲帶 好那很多年前 因為那個時候流行說聲帶 因為那個聲帶 因為我生牙很久了嘛 然後那時候醫生說有一個新的技術是 把那個聲帶縫緊一點 因為聲音會啞是因為呢 聲帶沒有辦法關起來 所以他們那個技術就是把聲帶縫緊一點 可是縫緊的過程當中 你要有一個月還是兩個月的保養時間 因為那時候你根本沒有辦法講話 那一兩個月的保養時間就是 你都不能說話 可是那時候我就破功了 就是說我還在癒合的時候呢 我就有時候看看那個喜劇片 我就忍不住就笑出來了 沒有辦法 所以到後來就是證實這個手術 並不是說那醫生不好 而是說我自己可能 术後的保養沒有那麼注重 然後這幾年我也看開了 我就覺得說 嗓子啞就嗓子啞 沒有什麼關係 這可能就是我的一個特色 特徵 我講話就是一個啞嗓子 就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的嗓子呢 再好呢 我也不可能變什麼 Pavarotti啊 什麼之類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不是靠那個為幾頁 對對對 我ABB會 啊 唱歌 唱歌啊 我現在不太唱歌了 因為唱歌都唱得無音不全 很容易破音 要聽我唱什麼歌 好笑喔 好笑喔 祝你生日快樂 聽準滿準的啊 祝你生日快樂 對 對 沒有錯 對沒有錯 對 因為其實太陽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遭到我們的皮膚 我們皮膚的一個油肌 它裡面有一個這個 類似這個 腳步醇的成分 類似這個類股醇的成分 那這個類似的成分呢 會展為一個 就是維他命D3 它是一個維他命D的前驅物質 然後呢 經過紫外線的活化之後 它就會真正變維他命D 被人體這樣子 自行製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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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看過一篇報導 你問的非常專業 非常好的問題 我有看過一篇報導就是說 你曬太陽如果曬太多 有可能造成皮膚癌 是沒有錯 可是呢 因為第一個我們是黃種人 我們本來就有黑色素可以保護 比白人多 所以我們皮膚癌的機率本來就少了一點 然後再加上說 維他命D的缺乏不只是補直發育不全 最近的研究也有指出說 維他命D還可以幫助你的抵抗力 身體的抵抗力 所以那時候COVID的時候呢 醫生都會教大家多吃維他命D 因為增加身體的抵抗力 比較不容易和COVID 得了之後也比較不會惡化 然後最近也有研究顯示說 維他命D還可以抗癌症 就不足的話可能有些乳癌啊 什麼癌症啊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維他命D 它不足所引起的 所以可能特別是到我們這種分六的年紀 就會比較注重這種身體健康的問題 所以就是 那另外也有研究就是說 曬太陽它可以降血壓 因為你想嘛 那個太陽一曬 你的身體的血液循環馬上變好 因為熱嘛 熱循環就會變好 所以它會暢通你的血壓 你就算不運動 你直接曬太陽 也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對身體的幫助是很大的 放心曬 對對對 就是說所以我比較 以我現在來講就是說 我比較不擔心我皮膚外 我比較擔心有什麼 因為維他命D缺乏的那些問題 G露症啊什麼類的 對 你剛剛說那個不生態的問題 對 就花了多少 好像才三萬塊 對 那是我在雙和醫院做的 對對對 然後住院住了一天 一天還兩天會忘 兩天吧 兩天吧 聖代啊 聖代 對 其實我現在沒事的時候 就盡量少講話 對 但是也沒用 因為就是啞的 所以它是不可逆的 不肯定 因為已經就是聲音 其實我們有發現有些人隨著年紀 不只是臉會老 聲音也會老 那我可能聲音沒有好好的保養 那有一個主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現在也是主要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時候我創業的時候太打拼了 因為那時候我經常去百貨公司去做活動 去做活動的時候 我們針對消費者 比如說我今天去幫資深堂做一個road show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要用麥克風 用平常我的聲音的十倍的聲音 大喊大叫 為什麼呢 人才會過來 我就會說 大家好 我是牛老師 就讓大家嚇一跳說 欸什麼事情啊 發生什麼事 大家才會走過來 所以那時候我的策略就是 我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走過來 注意到我 我才能順利的完成我今天的這個活動 那就是年輕人那時候活動做太多了 所以就把嗓子 職業傷害 很壞 應該可以這樣想到 謝謝 瓜哥 是 剛才唱的 好 醫美保養現在誰沒做過 應該大部分都有吧 對啊 醫美保養現在是趨勢啊 不要不要把醫美保養好像污名化 因為醫美保養也有針對皮膚的這個清潔 然後或是打膠原蛋白檢視 還有比較非侵入性的都有 對啊就是非侵入性的也算是醫美保養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都會在做醫美保養 怕還有很多文化 會討論到自己 真的沒有要出動整個家庭 對啊 真的是不需要 對啊 勞識動眾的 對啊 我覺得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就在旁邊補助啊 支持他 他開始已經拍了什麼 還沒還沒 他們現在都還在陳述 還有時候 看班喔應該不會欸 以後我怕他會很緊張 對啊 他蠻硬的 不怕是肉 不是耶 不算 現在是生豪哥那邊在幫他處理 戲劇 因為我們畢竟戲劇這邊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熟練 感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